我是來自於 御書系 然後四年級的雀語安 我覺得這堂課很特別 就是說 一開始前面先讓我們學一些方法 就是先是Mind mapping 然後 Thinking design 然後還有 後面 還有就是讓我們做一些小組討論 就是還有什麼打開火口 就是 我覺得就是他會用一些很活潑的方式 然後讓我們實際去做那個小組討論 然後我就覺得說就是 即便還沒有到現場 然後 我們在小組討論中透過不同的 不同小組他們的想法 就是也可以蹦出不要的火花 然後 就是一直到 實地出訪的時候 就是對於 八豆子有一個 那個 初步的印象的時候才發現說 嗯就是 其實到接觸到 訪談人的時候 就是 可以把之前我們學過的東西拿來做運用這樣 就一開始的時候就是給我們看照片嘛 然後就讓我們看照片去尋報 就有點像那個韓國Running Man的那種感覺 然後 就是 那邊的話 就是其實也讓我 嗯 就覺得還蠻樂在其中的 因為那時候就第一次算是小組分工的活動 然後那時候就是大家就是 因為我們那一組就是有喬身 然後他就體力特別好 所以就是 就是不是八豆子上面就是 是有坡度的嘛 所以他就會到處跑跑跑跑跑跑 然後就會發現說其實在 第一個活動中就有時間到一些那個 分工合作的那個 就是 就是有訓練到這個區塊這樣 然後就是 從中也發現說其實 八豆漁村那邊是一個還蠻有人情味的那個社區 因為就是我們沿路上就是問一些阿公阿嬤 他就說 噢 這是你一定會處 然後就是 一看到一個就會說 噢 這是誰的 都是 左右鄰居感覺他們 互動的很 緊密這樣 就是不像說像台北的話可能 住在大樓裡面就是 即便說是 就這麼近 然後坐在同一個電梯裡面 就是 就是也不會打招呼 其實那種 人與人之間就是 從 我們進去八豆子魚吹飲 然後跟我生活的那個都市比起來的話 其實是 差異很大 可是就會覺得說 就是很親信自己 那時候我來修這堂課 讓我可以看到基隆不一樣的 就是風貌這樣 對 然後我覺得就是看 有看到 感受到在北部 還有 台灣 就是還可以感受到台灣人人情味的 這一個部分 我覺得還蠻 蠻棒的 對 因為我們那時候主要是 就是在朝間帶嘛 我們主要的主題是在朝間帶 然後還有他們的海洋生物 然後還有杜大哥本身 就是我們是針對這三個重點 那時候 我們就是沿著海岸線爬 然後那個一般不是我們觀光客會 會爬的一個地方 然後 其實我們就是中間 其實也有就是也是大家互相扶持 然後爬完那整條路這樣 之前那個維鑫老師也有講到說 其實他爬完最感動的就是說 他發現 杜大哥他講話 字句中都有一些 就存在一些溫度 其實他會 他也是有點感動 就是說 之前我們在上航海學的時候 也有說過說 真正好的航海家 他們是不用 不用就是任何的儀器 他們只要看星象 然後看 其實羅盤沒有 就是最傳統的那種航海的儀器 都沒有的話 他們也可以 指認方向 然後其實我覺得就是像 杜大哥他給我就是這種感受 就是有讓我 就是想起就是之前我們課堂上 就是看過的影片 然後就是會讓我覺得說其實 就是從中看到一個叫做傳承 就是那個技術的傳承 然後還有說 因為是戴了眼鏡 然後人們想法的改變 可能也是因為整個社會的結構 一直在改變 就是已經偏向是資本主義 不像以前的農業社會那樣 就是 大家逐漸就是以利益為導向 可是他沒有想到說 其實人跟自然要求一個平衡點的話 是需要 適可而知 而不是說就是貪得無厭的一直在 在跟大自然取東西 跟人的一種相處方式 因為 就像現在就是 Facebook 然後一些通訊軟體其實都很方便 然後 我覺得就是人跟人之間可能會因為就是這些 器材 然後就是慢慢 就是疏離了 然後我覺得就這一次來 這一次的參訪 我覺得很棒一點就是說讓我 讓我就是可以更感受到人的 人跟人之間的溫暖 對 然後 另一方面我覺得就是 也帶來一個就是 值得在做 在做深入的議題 因為那時候其實 我們去做參訪的時候 也有看到巴豆子 那個 漁村裡面就是也有一些 荒廢的物質 然後其實會讓我想要去想說 他們的那邊的社區規劃是 怎麼樣去進行 就是讓我之後 會想要再去多關注 這方面的議題 其實我覺得危險老師的課都是這樣 就是包括我之前修其他的課 真的像這樣的行動課程 真的很需要團隊合作 我覺得就是變成說 老師是做引導的動作 主要主軸還是讓學生來 來 來主持這樣 對 然後我覺得 危險老師這樣的課程安排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是這樣